在今天節目當中呢 我還是要讓建制在擺盲中 抽空來跟芊妤聊一聊 很多我想問的問題 很多是網友想問的問題 我就直接殺入重點了 首先第一個問題我想問 建制怎麼把櫃子做得不像櫃子 怎麼樣把櫃子做得不像櫃子 對 但我收納功能一樣不能少 好 我們常常在講 就是如何把櫃子虛化掉 所謂虛化掉就是讓人家看不出來 原來這邊有一排收納櫃的感覺 對 那首先我覺得 可以從設計上面去找手 假設你今天明明要做一個收納櫃 是不是有可能 在這個收納櫃的兩側 做同材質的設計 我整排是櫃子 但是我可以表面用一些繃布 或繃皮的材質 甚至是用異材質的結合 至少讓它造型有一些連續 或者是對稱 對比 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你就不會覺得 怎麼會有一個很明顯的櫃子 那通常如果你要做收納或做櫃體 機靈空間一定是最好利用的地方 是 那我們就來問一下建制 哪些機靈空間 雖然它擋著奇形怪狀 或邊邊角角 但是這些機靈空間 你看到你是會開心會喜歡的 其實我比較喜歡的機靈空間 是最好處理的機靈空間 就是樓梯下面的空間 OK 因為通常樓梯都是方方正正 通常深度比較深 對 所以有時候我們會在樓梯下面 做比較深的抽屜 那除了抽屜之外 其實下面 因為它的門片造型 可以做斜的對不對 對 你就可以儲藏非常大型的 這個家電用品 OK 這是你喜歡的機靈空間 第一個地方 對 還有呢 另外一個機靈空間 就是門的後面 千明可能看過很多房子 就是那個大門 或者是門的後面打開來 後面會有一個 一小段的空間 通常鞋櫃的位置 已經會落在這個地方對不對 對 因為我們剛好可以擋起來 然後它又不會影響空間的 動線的設計 OK 所以它是一個不起眼的角度 但是它又是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收納空間 好 那通常還有一種機靈空間 我覺得長得也奇形怪狀 但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歡 有一些結構房子會有那個樑 然後結果它樑的下面 就是明明牆應該這個樣子 可是它下面又伸進去 有一個空間 而且通常都還滿深的 滿好用的 你喜歡這樣的機靈空間嗎 其實這個空間也滿不錯的 因為通常我們在家裡面 會有很多的那種塑膠盒有沒有 那塑膠盒那個收納箱很大 對 那有時候我們把它往上堆太重 對 然後那個塑膠盒有的時候 有的下面有小滾輪 對 剛好可以利用這個空間 門片打開 或許你建上的地板的尺寸 就貼到裡面去 就門打開直接推進去 這是一個很好利用的空間 然後這個空間 也不適合放太小的東西 對 它比較適合有整理過的 一盒一盒的東西 整個塞進去 所以這樣的機靈空間你也喜歡 滿喜歡的 所以很多時候屋主在看房子 如果你看到這些機靈空間 你先不要不開心 或許這些機靈空間 在設計師的眼裡 它是超級好用的 它是一個很 可以用巧思空間利用的地方 還有一些牆角的機靈空間 這牆明明到這邊就凹一個洞 那個你喜歡嗎 那個洞我比較不喜歡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當我做整排櫃子 假設衣櫃做到底的時候 偏偏那邊又多留一個洞 那個比較適合放 那個芊芸的私房間 私房間 放一些現金 保險箱 對 保險箱也許可以 藏在那個小洞裡面 OK 好 那還有哪些機靈空間 是你喜歡的 浴室有機靈空間你喜歡嗎 也是有 浴室有時候我們會 在牆壁的轉折處 做出一個機靈空間 然後那個地方可以放成板 然後那個成板 就可以放一些瓶瓶罐罐的 OK 那你就不會覺得說 空間好像利用不當 我就不一定要去吊掛 那種五金架的 對 還有我們曾經在淋浴間 利用旁邊那個機靈空間 那個洞 凹進去 然後可能做個水泥台子 貼瓷磚 對 你就把平面光光放在那邊 水噴到也沒關係 它就是一個空間利用的方式 好 所以這些小小的機靈空間 在設計師眼裡可是薄 對 某些啦 對 OK 通常屋主在找設計師裝潢房子的時候 一定什麼都要 因為我覺得以實用住宅 改造達人的角度 你的課程應該大概都會是 可能四十平 三房兩廳 這種一般的家庭 差不多 他什麼都要對不對 又要勤房 又要書房 又要客房 還要什麼休息室 又要勤房 又要休息室 書房 休息空間 然後還要臥房 這麼多 你的客人有跟你說不要的嗎 應該沒有吧 那打麻將怎麼辦 對啊 另外獨立一件 那所以你怎麼做 通常我遇到就是一個空間裡面 什麼功能都要有的屋主 我們會建議 你可以設計一個多功能房 因為這個多功能房間具的 書房 客房 勤房 然後還有一個 有時候也可以就是臥房的空間 對 如果有親戚朋友要來睡的話 那當然如果夠大的話 還可以當一個麻將間 麻將間 對 所以它是 複合式的一個功能 一個空間 一個房間要當四到五個功能來用 對 這會是你給他們的建議 那大小呢 我覺得 你不要覺得說多功能房具 非得要一個十來瓶 不一定 可能我們兩三瓶 有兩三瓶的做法 也許兩三瓶你就放了晴之後 你只能放一個單人床的臥套 但是也許稍微整理一下 或鋪個軟墊 又可以當一個所謂單人床的位置 所以這客房的功能出來囉 對 客房出來 然後旁邊剛剛講有清房 然後同時再做個長書桌 我想它就是變成書房空間 反正什麼都要的客人 就給我們一個房間 建設會讓這個房間 扮演多重的角色 多功能房的設計 當然最後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應該很多觀眾朋友 都有這種感覺 就是我買房子 不管看樣品屋或食品屋的時候 都覺得很大 很值得我買 可是房子叫到我手裡的時候 都覺得好小喔 很多人都有這種想法 好 我覺得切雲會有這個想法 包含很多觀眾朋友 也有這個問題對不對 因為其實在樣品屋 或者食品屋在銷售的時候 它的這個房間門都特別高 可是你在房子在小屋的時候 它是建設都給你一個 標準的藝術門 這個門片的高度 可能只有210公分左右 所以你在走路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說 好像我們家變矮了 那只是一個心裡面的感覺 所以門片高度是重點對不對 對 再來 一般我們的樣品屋 看到都是美美的 有那種間接照明的感覺 那你的高度就 在心裡面就會有個相對的比較 因為你有一個最低點 你在比較最高點的時候 你自然會有一種感覺 就是你的空間是升高的 但是當你是房子剛交屋的時候 你家完全都沒有 都空的 都平平的 你用這樣的一個目測的感覺 自然會覺得 家裡好像變小了一點 再來就是說 你看到這個空屋的時候 新陳屋的時候 你沒有家具 所以你沒有那個相對的比例跟高度 你自然就會覺得說 好像房子變小了 OK 對 其實有時候只是一個作覺 所以基本上 如果家具的尺寸跟比例 由設計師來幫我掌握跟拿捏的話 我的房子應該看起來 是會變大的對不對 沒錯 另外我會建議就是觀眾朋友 如果你去看樣品屋的時候 戴一把尺 你不妨聊聊看這個 沙發背牆到電視牆有多深 客廳有多寬 然後尺寸記下來 你回到你現在住的家中 你做個比較 你就比較知道說 原來樣品屋看起來這麼大 其實跟我們家好像也沒有差很多 了解 這樣一比較之後 你就知道說原來 設計就出在細節裡面 可能家具跟顏色跟燈光 會影響你整個空間的視覺 那我想接下來觀眾朋友 還是可以拿出你的筆跟你的筆記本 我們聽建制要告訴你 什麼樣的小叮嚀喔 建制在這邊要跟大家叮嚀一下 在做設計規劃 不是吃到飽的概念 所有的空間功能 都要發揮在整個房間裡面 這樣子規劃起來 其實會有壓迫感 那同時我們建議 在做收納規劃的時候 多運用一些麒麟空間 設計的橋式 把整個空間規劃進來 都能夠把你的儲藏的位置 有效的分類